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首先要感謝Link Stella,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Ray Wall 說加煙稅是向中下基層開刀 煙稅的問題我明天再講,因為 剛才為什麼會提一提呢? 就是說海關拍了心口,要去禁有些東西 或者要去爛掉所有東西,是很難的 他說一定會爛得到,其實有很多東西根本不是那麼容易 你拍了心口,做不到的話,就更加麻煩的 其實有些人看到有問題 要禁電子煙,除了香港有很多人還是吃電子煙和加熱煙 對吧?你說要禁,健康的政策 譬如盧寵茂那些健康政策說要禁 但是你實際上做不到嘛 實際上是禁不了的嘛,現實是 難道你把所有人都拘捕了吃電子煙,吃加熱煙的人嗎? 把這些東西刑事化嗎? 你更加不可能 有些東西一定要說清楚,你賣的人刑事化就行 你吃的人怎麼刑事化呢? 煙草產品本來在香港就是合法的 除非你做一件事 譬如現在吸煙的年齡不斷升 合法吸煙的年齡由18歲不斷升 結果有人永遠都吃不到煙了,就禁了它 如果你肯這樣做,就可以處理了煙草的問題 但是在東亞地區,其實這件事也是不行的 我也一定要說,煙草這件事也是 中日韓這三個國家的男人,基本上每個人都吃煙的 現實就是 吃煙也是很便宜的,在日本、在韓國吃煙也是很便宜的 你是否可以完全禁止這件事呢? 在一個工作壓力很大的地方 你再去禁止這些飲品呢? 其實也是浪費氣的 每個人都可以健康生活嗎? 就是盧寵茂那些也很好笑的 理論上當然是,每個人都想健康生活 但是實際上,那些人的工作壓力很大 他一定要有些事情頂住那個壓力的 你頂不住那個壓力,精神健康有問題,更嚴重 對不對? Ray Wall 說喝酒有特權,不用交稅 其實這些也是離譜的 說真的,紅酒稅是零的這件事呢? 讓香港變成了紅酒交易中心是真的 但是 這個問題就是 你說喝紅酒會不會傷身? 一樣會傷身 如果你純粹用健康政策去說 我認為煙酒也應該是重稅的 我的看法就是很操淺 煙酒也應該重稅 因為兩件事都是傷身的 如果你應該去做的話 但是 你不能夠純粹用健康去制定 健康政策去制定整個政府的政策 是不行的 為什麼這樣做不行呢? 就是你也要看看你其他社會的文化 各方面的事情 工作壓力是很大的地方 其實你強行把煙稅、酒稅加得很厲害 其實你就是 傷到工作壓力很大 就是要減壓那些人 其實 就是很糟糕 人切落木村就是日本五百印一爆 我去到的時候 都說 看到這麼便宜的吃煙 是時候開始吃煙了 哈哈哈哈 那當然是沒有了 我當然是說笑而已 那 Ray Wall 就說 罪駕害死人 這個話題 我明天講 現在回來講一下 就是這個 韓國那方面 韓國那裡 這個好笑 我在日本的時候 就是看朝日新聞 就看到了 他就說 南韓為日本放水 排放核污染水的計劃 點讚 我是看英文版的 我專門留一份報紙在這裡 哈哈哈哈 他的題目就這樣寫 As Korea Gives Thumbs Up To Japan's Plan For Water Release 就是說 韓國 就是南韓 就對日本放水計劃 表示讚賞 哈哈哈哈 你說好不好笑 哈哈哈哈 那 韓國政府 他之前那個禮拜五 不是上個禮拜 不是上個禮拜 再之前那個禮拜五 就認可了日本計劃 把核廢水 爬入太平洋的安全性 其實韓國自己呢 這些人都是集會抗議的 我不是在韓國 但是我知道 在首爾的大學生 就有出來抗議 因為媒體是有報導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日本有沒有人抗議 日本有沒有人抗議 日本有人抗議都沒有用 根本都不成氣候 日本最嚴重的事情 就是 連自己的媒體都不會報他們的示威 那你說大不大鑊 哈哈哈哈 真的大鑊 那 繼續說一下 這個 就是韓國先 韓國 他們的重焦點 就是怎樣呢 就是看一下 日本排放 這個廢水 會不會 對韓國造成影響 那麼他們的科學家 做了22個月的審查 他們呢 就說 就是日本處理了之後 核廢稅 就符合這個國際安全標準 對環境和健康的影響 就可以忽略不計 這個是韓國方面的 那 他們 政策協調部部長 政府 Bang Moon-Q 這個Bang Moon-Q 他就在會議那裡說 他就說 這個東西 對我們的水域的影響 是微不足道 喏 那 哈哈哈哈 是不是 真的微不足道啊 是不是真的啊 喏 如果真的微不足道 為什麼不喝光那些水呢 很多人當然會這樣想 我自己也是會這樣想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自己也會這樣想 他們那個國務調整室 這個韓國的國務調整室 那麼 他的部長呢 他有一個中文名的 叫方文貴 不是國文貴 是方文貴 這樣呢 他 當然他們 說真的 就是 現在當然是 贊成的了 那麼 這個 尹錫月 他那個執政黨的議員 就是執政黨的國民力量 那麼他就去了海鮮市場 那麼 去參觀這個海鮮市場的時候 他們當然是用一個很奇怪的姿態 喝那些 魚缸拿出來的海水 其實喝海水本身已經傷身了 其實是 人是不應該喝海水的 因為喝海水 就是太多鹽份了 是很傷腎的 那麼 其實福島呢 就還沒有排放這個 核廢水的 那麼他在魚缸那裡喝水 你腦袋有什麼 有什麼代表性呢? 你那個魚缸裡面 證明了你洗乾淨的那個魚缸 在這裡做秀 就是整個國民力量的那些議員 就是趴戒的 這個就是 那麼 這個真的很好笑 所以說 嘍 嘍 嘍 周周李就說 韓國有很多 不同大小的抗議 韓國那些抗議 就是上到報紙 日本那些 哈哈 我真的看不到 很老實說我真的看不到 還有日本那些媒體 他根本 他只是報導 一件事就是 其他國家都贊成他 這個核廢水 他自己 那些人反對他都不報導 就是日本的媒體 我的觀察 就是 可能有酒樓 你可能會酒樓 因為我不是粉文帽子都買光 酒店提供哪份 看哪份 哈哈 好了 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麼 那麼 韓國國會裡面 他有反對黨的議員 那麼他們 就是 宣示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發誓 要全力反對日本的排放計劃 那麼 他們就說 尹錫悦政府 為了改善和東京的關係 就將韓國人的健康 置之不理 一般人呢 就是怎麼看的呢 一般人就是 日本說從科學角度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一般人覺得 也是擔心 這個是正常的 其實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 實際上有什麼影響 因為這個核輻射也是看不到的 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 大家擔心是正常的 日本他說科學上不存在問題 你對他有質疑也是正常的 為什麼呢? 因為東電公司是信不過的 哈哈哈哈 還有他們那個ALPS系統 之前我們也說過 是試過不行的 試過 這些東西是 類不清的 這樣 現在說的是 就是 再類多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說 信不信東電公司 所以 我就認為 如果你沒有人監察他 其實是很危險的 其實就是 國際原子行機構 其實他們有建議 就是他們 不斷監察這個 放稅 我認為現在 要做的事情 就是他放稅 差不多已經成了定局了 你再反對他放稅 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現在的情況 就是 你最好就是 給其他第三國 或者第四國 去做一個 監察的工作 譬如 有韓國或者中國的專家 長期監察著這件事 如果長期監察著這件事 一出問題的時候 就立刻公佈了 那就好很多 那件事就是 現在你反對之後 他不讓你監察他 那就更麻煩 其實有一點是 你說 那你為日本人說話 其實你中國現在反對 也很難有效 現實就是 有時候都要面對現實 所以我就說 有些事情是要面對現實的 那 當然 韓國人他們認為 他們覺得 連魚 在韓國捉到 都可能 有危險的 其實就是 這個是韓國一般人的看法 但是 國際原則力機構 他的總案件事 Raphael Grossi Raphael Grossi 他就說 他願意跟 韓國反對派的政界人士會面 幫助緩解公眾的擔憂 但是 就是 就是 他上個星期 就 去了首爾 就是 他在首爾那裡 都聚了一大班 抗議人士 就是 那些抗議人士 就是譴責 國際原則能機構 對排放計劃的支持 他們還舉了解散國際原則能機構的標語 他們還說什麼呢 就是韓國一般人 這是韓國普通人 他說 福島的廢水 一定為全人類帶來災難 這樣 這樣 這個 Raphael Grossi 叫格羅西 他說 每個人都信任 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科學工作 他們是中立的 不會偏袒任何一方 他們會考慮評估 之後做出決定 這個報告一百四十頁 之前的節目有講的 那麼 我會花點時間看 看完之後 明天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那百四頁講什麼 那百四頁裡面 我相信他們寫得 有些東西是很保守的 我相信他們不會說 就是 完全為日本開綠燈 就是 如果他們完全為日本開綠燈 就沒有做好他們的工作了 我相信 這個報告很有可能是怎樣呢 就是他們可以排放這個 這個核污染水或者核廢水 可以排放這個東西出來 但是 他們有 建議就是要監察 要有獨立的人員去監察東電 那麼 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是 退而求其次 比較合理的事情 就是我認為是 退而求其次 比較合理的事情 那麼 至於 其他國家或者地區 給不給那些海產入口 這是 每個地區可以自己決定的事情 這個 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說 就是很重要 每個國家都要有自己的做法去決定呢 就是 現實 這個我一定要說 現實問題 就是 每個國家 都是要為自己的國民負責的 每個地區的政府都要為自己的地區的人民負責 他們喜歡做什麼 是他們有權力去做的 這個 我一定要說清楚 那 其實 中國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的代表 其實一早就是 嚴厲 抨擊了日本排放福島核會染水的計劃 其實 是不是有其他方法可以處理核會染水 其實是的 不一定要排放 在韓國 剛才我說的 其實 一般人現在都是害怕 但是現在韓國的政府官員 以及韓國的科學家 他們說什麼呢 就是只要日本 那個處理污水的系統 就是ALPS 按照它的設計運行 那麼 那個福島廢水排放的 污染水平呢 就可以在可接受的安全標準範圍裡面 但是問題呢 就是 這個ALPS 是不是會按照設計運行呢 之前就試過幾次不是 所以這件事情 一直是有風險的 一直是有風險的 但是韓國他們 他們 已經說明了 他們那個核安 與安保委員會的主席 柳國希 Yo Kukhi 這個譯音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柳國希 他就說 如果 就是 繼續做 日本 他的 處理系統 根據設計運行 那麼排放 的標準 和輻射的水平 就會符合國際標準 就沒有問題 那麼 韓國的評估呢 就是他有一個 政府科學家小組的觀察 那麼 他的小組 就五月的時候 去了福島核電站 那麼 這個 柳先生 柳國希 就說他的 團隊重點 驗證了 他那個ALPS的能力 那麼 那個ALPS是否真的可以 我是有懷疑的 不過 現在這個韓國的科學家 就是他們那個 科學家團隊 以及韓國的核安全與安保委員會主席都說沒事 如果有些國家出來這樣說的話 你很難去挑戰他的 因為你是沒有去過 那個福島那裡 只有他去過 那麼他去過 他說他驗證過是可以的 那麼他就可以了 那麼 這個排放的計劃要幾十年的 那麼幾十年會怎樣 那麼 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 那個情況就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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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mongrass 他就說 歐盟就不能夠吃基因便的糧食 不打藥的肉種 但是願意吃核污染的海鮮 騙誰 這個 待會回來講歐盟 歐盟那裡也是很虛偽 其實 這次這件事情 老實實 澳洲 我也說過了 它是很虛偽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那個水流對它的影響 就真的沒有那麼大 這個現實就是 那麼歐洲方面 這件事情更好笑 現在講完韓國 休息一會兒 回來就講歐洲 歐洲也是很奇怪的 這個也是奇怪的 休息一會兒 我們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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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庭 我們好笑的 by bwd6 by bwd6